大家好,我是娟娟,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一起勾这款可爱的小企鹅 我们用到的线是四股牛奶棉,勾针的型号是2.0毫米的 勾边方法非常简单,非常适合新手姐妹来勾边的一款玩偶 好,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视频教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企鹅的这个帽子的勾法 这个帽子前五圈的勾法非常简单 大家直接看着图解,把前面五圈勾好 勾好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后面部分的勾法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小帽子前面五圈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牙的位置穿针,勾一个引拔针 直接这样穿进来 勾针,压住线,拉过来,直接带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就手尾相接连接好了 勾一个辫子针,然后呢我们把它翻转过来 我们倒着往回勾 那么我们看一下穿针的针牙 我们要这样拿着它,倒着往回勾 那么我们在穿针的时候呢,每一次只挑这个短针的这个后半针 只挑这个单层线圈作为针牙的部分就可以了 还是勾短针 挑着单层线圈 把线拉过来 并针 第一个短针就勾好了 做好标记 第六圈呢,我们就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着原有的针数就可以了 每一个针牙里面对应勾出一针 大家跟着我呢,把这个第六圈勾好 每一针都是直挑这个单层线圈作为针牙的部分 只有这个第六圈呢,我们是这样穿针 其他部分呢,我们都是正常穿针的 一直勾到最后 那么最后一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也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牙里面穿针就行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因为我们下一行呢,要换成其他颜色的线 所以呢,我们在手尾相接的时候呢 需要提前半针换线 我们先把这个钩针穿进去 大家看一下 直接带入新的颜色线 我们下一圈呢,要用这个蓝颜色的 所以呢,我们直接带这个蓝颜色的 直接用钩针,把线勾住 拉过来,直接带过后面这个线圈来就行了 大家再看一下,先拉过一针,再拉过一针 也就是勾一个引拔针 把原来那个白线呢,拉紧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用这个蓝颜色线 勾上一圈短针 还是勾着原有的帧数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这个针牙呢,就正常来穿针就行了 穿这个双层的变子针 每一个针牙里面对应勾出一针 把这个白颜色和蓝颜色线尾呢 全部勾在一侧勾起来 大家跟着我呢,把这个第七圈勾好 每一个针牙里面对应勾出一针 在把这一圈勾好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帽子就完成了 总共呢,有七圈 勾好之后呢,把这个线拉长 然后呢,最后我们用缝合针来处理一下这个线尾的部分 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这个是第一个短针针牙 跳过去不用管它 再第二针的针牙穿针进去 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牙 挑它的后半针连同下面这个小线圈 连同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 都这样穿过来 最后呢,再把这线尾的部分藏一藏 实在长的部分呢,直接剪断 然后呢,我们把上面这两圈呢,这样弯下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帽子呢,就勾好了 帽子勾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勾一下蝴蝶结的部分 首先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勾针从线圈里面穿针进去 我们先勾出五个辫子针 然后倒着往回勾 在第四针的位置穿针 勾上第一个短针 然后依次倒着往回勾 总共是勾出四个短针 好,勾好四个短针之后,勾一个辫子针 把枝片翻转过来 接着倒着往回勾 再勾上四个短针 每一个针颜里面对应勾上一针 勾好这一行之后呢 我们这个小蝴蝶结呢,就完成了 把线拉过来 直接剪断 好了,我们这个小蝴蝶结呢,就完成了 把线圍剪断 后期呢,我们再把那蝴蝶结的造型呢 给它绑出来就可以了 就这样在中间绑一下就行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还差这个 小企鹅的鼻子和尾巴没有勾了 这两部分非常简单 我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呢,把这两部分给它勾好 好,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把小企鹅的每一部分都已经勾好了 那么这是白肚皮 这是帽子 这是脚的部分 这个是鼻子 然后呢,这个是尾巴 然后这是两个手的部分 这个是蝴蝶结的部分 那么把每一部分都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缝合 我们先把这个白肚皮呢 和身体部分连接在一起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身体的部分 那么白肚皮缝到哪里呢 它这个呢,最上面 我们是缝到这个12行到第13行之间的部分 从上面开始往下数 一直呢,数到这个第12圈和第13圈之间的位置 从这个地方 白肚皮的最上面呢 我们就给它缝在这个第12圈到第13圈之间的部分 然后顺着 这样给它缝下来就可以了 上面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先用这个定型针来固定一下 这样的话呢,位置就不会跑偏了 好,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顺着这个白肚皮的这个椭圆形的轮廓 钉在这个身体上面就可以了 用这个缝合针来缝合 就这样顺着这个轮廓来钉 钉好这一圈就行 好,我们这个白肚皮缝合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鼻子呢 钉在这个白肚皮的最上面这个位置 也是顺着这个黄颜色鼻子的这个轮廓 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我们把这个鼻子钉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蝴蝶结呢 钉在这个鼻子的下方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把线穿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在中间部分这样给它重叠在一起 这样绕一圈 这个针穿过来 然后再绕一次 直接这样绑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缝在这个鼻子的下方 固定在这个位置就成 钉在这个鼻子的下方 钉好之后呢 把这个线呢 从其他部分穿出 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蝴蝶结呢 也就给它钉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小企鹅的手的部分呢 钉上 这个缝合位置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手的缝合位置呢 也是从头顶开始往下数 大概就是在这个第十圈和第十一圈的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开始向下缝 我们来缝合一下 先把线过渡到这个地方 找到这个对应的位置 大致就在这个第十一圈的位置开始向下缝 那么我们这个手 距离这个鼻子 这一段距离 有多少针 那么我们这一侧呢 也给它留出多少针来就可以了 总之两个手呢 要保持对称 这两侧呢 要保持一样的宽度 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一下 就这样竖着 缝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这个缝合过程 谢谢大家 就这样给它缝好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手缝合好之后呢 我们再对应的把另外一个小手呢缝在这一侧 需要注意的就是两侧距离鼻子的这个长度呢 要一般长 这样的话呢才会好看 好我们这两个小手缝合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两个小脚的部分呢 给它缝合在这个身体上面 大概在这个位置缝上一只 然后呢在一边呢再把另外一只缝合好 方法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把线穿到中间的这个位置来 然后在这个位置 钉起来 缝上这么两三针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小脚就缝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另外一个小脚呢也给它缝合好 我们把这个脚缝合好之后呢 顺带呢把这个尾巴也缝合好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帽子的缝合 这个帽子位置呢是在头顶的第二到七圈的位置 我们来缝一下 先把线穿到这个地方 就顺着这个圆的轮廓来钉就可以了 找准位置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缝合 我们这个穿针的针眼呢 你就可以直接调我们第六圈剩下的那半针 缝合在这个地方 调这半针 缝合在头顶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呢你直接顺着这个圆的轮廓 缝这样一圈都可以 想办法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就成 里面呢不用放入这个棉花 因为它本身呢就比较有这个立体感 所以呢不用在里面放这个棉花了 大家跟着我呢先把这帽子缝合好 好了都缝合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用黑色线来勾勒一下眼睛的部分 那么我们这个眼睛呢 大致是在这个从头顶开始往下数 大概是在9到11行的这个位置 然后两个眼睛之间隔开5到6针 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下标记 好接下来呢我们用黑色线来勾勒一下这眼睛的部分 简单做一下标记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先从别的地方穿针 穿过来 然后呢向下拉线就可以了 重复这么几次 这个眼睛勾勒好之后呢 中间隔开几针 然后呢过渡到另外一个眼睛 然后呢把另外一个眼睛呢也给它勾勒出来 我们再向左措一针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向下拉线 把眼睛勾勒出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眼睛勾勒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小企鹅的每一部分呢就都交给大家了 非常简单可爱的一款小玩偶就完工了 好了今天我们这期教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